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备受全国民众喜爱的大雄猫福宝 于4月初离开韩国返回中国 让很多韩国民众感到不舍 但是这两天 网络上却爆出了福宝在当地遭受恶劣对待的消息 而引起了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迅速传播了一些有关福宝的近距离照片 中国网友们表示 目前正在非展示区适应当地环境的福宝 已被外部人员接触 并且也有人指出 福宝的生活环境看起来很恶劣 照片中显示 福宝躺在肮脏的水泥地面上 颈部附近的毛发有像被压过的痕迹 甚至部分毛发脱落 中国网友们对此提出了 居住环境十分肮脏 非公开接客和带博恋等疑虑 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保护福宝的中国大雄猫保护研究中心 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网上流传的福宝近期照片 是由偷拍者所谓 已向警方报告 然后在第二天25号 研究中心公开了一段 时长1分33秒的福宝影片 再次进行解释 福宝正在逐渐适应环境 与公众见面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并否认了非相关人员接触福宝 或给其喂食病拍摄的争议 尽管研究中心进行了上述解释 大多数网友们也都不相信 因为在先前的声明中提到 已向警方报告突拍者 但隔天却声称 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的迹象 这前后非常矛盾 一位中国网友指出 每当有疑虑被提出时 研究中心总是在 舆论压力加剧后才做出解释 这对研究中心的公信力 造成了直接而显著的损害 而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韩国 各他电台都纷纷报道了福宝的消息 在韩国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5月26号 韩国内的福宝粉丝们 纷纷到中国大使馆的SNS上留言 有关福宝的情况 但是网友们发现 在27号上午 留言已被删除 愤怒的粉丝们 在中国大使馆前发起了卡车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 情运网站也出现了 成就福宝立即停止 联署活动 要求相关单位善待福宝 然后在28号 研究中心通过媒体 公开了福宝的现况 这影片中并没有提及 最近中国和韩国网友们 提出的非公开揭客一律 但针对拖毛争议 中心解释道 夏天来临前会掉绒毛 这不是拖毛而是换毛 负责福宝的饲养员 也对福宝头顶的痕迹进行了解释 那是因为福宝扣在笼子角落睡觉 导致那部分的毛发 抑制无法很好的生长 过一阵子就会恢复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在韩国的时候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呢 看包导的话 好像还收钱让外人摸呢 水泥地面脱毛 越想越让人伤心 如果杰克汉虐待不是事实 那么伸手触摸的照片 严重脱毛的照片 原本是绿色但变白的粪便照片 脸和脖子周围被压错的痕迹照片 感觉像是胡须被剪掉的照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该解释的就解释清楚吧 不要只是重复 状况良好这种机械事的话 请透明公开真相 在韩国的时候也有换毛 但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脱毛过 到底是怎么换毛的 怎么会掉得这么厉害 更何况居住环境也这么恶劣 至少应该好好照顾 我们精心养大的福宝吧 真是太过分了 上午9点说要以问答形式直播 结果突然改到下午4点 然后播放了画质修正过的录制影片 饲养员扔过来的苹果打到福宝 他还得看颜色才敢吃 而且还看到在韩国从未见过的白色粪便 毛发状况更不用说了 看来中国可能只是在应对外界的观感 表面上做些应付了事的措施 顾及面子 请把福宝送回韩国吧 我们会在韩国保护他 请把福宝送回来 并请放过在韩国的其他熊猫 请你爱心照顾这些动物们 拜托 可能是因为从出生就一直看着福宝吧 情绪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 真的很痛苦 这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手抓住的位置 所以对于有关福宝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手抓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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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手抓住的位置